今天我們來到了擁有白年歷史的宜蘭酒廠 現在還有在釀製紅禄酒 至於紅禄酒是什麼呢 等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那這邊是他們的酒銀行 酒銀行顧名思義就是 人家說銀行是放錢的 所以酒銀行就是放酒的 所以你看這邊 這邊都是他們的客人 就是買的酒之後存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存在這裡呢 因為可能你看它這一瓶這麼大瓶 有27公升 那相當於大概600公克的 那個米酒45瓶 這麼多就是很多人的家裡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空間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裡有很良好的設施啊 還有人可以幫你顧 就是你不用天天 因為你不可能天天這樣走過來走過去 就一直小心的呵護它 所以這裡有專人會幫你保管 背景呢 就是它是一個真實的酒窖的縮影 真實的酒窖它是比較更大 然後總共有7層 然後這裡是5層 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來這邊的時候就可以看 原來這就是酒窖長的樣 是不是很特別呢 好的我們現在馬上就要來試喝了 我先看一下喔 這個是紅綠酒唇的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然後最後這個是 桂花釀 那這個的話它是18度 然後像剛剛這個是0.5度 跟這個是 10度左右 要從哪一個開始喝咧 就從 最Peace的桂花釀 喝起來 哎唷 果然一聞就是 桂花香沖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點點 紅酒的味道嗎 然後很像葡萄汁 是很適合少女的那種 很容易一杯接一杯喝的那種 少女酒 酒醋 果然醋就是醋 非常的酸 但也是滿甜的 很適合女生 最後 本店招牌 原汁原味 紅綠酒 好 因為我個人 平常比較沒有在直接喝 像是高粱 或是我們這種 就是酒量比較差的 都比較不會接觸這種 所以它 剛剛喝起來的時候有點衝擊 這一個酒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被選為 宜蘭縣的縣酒 就是等於是 招牌地標的意思 夏天到了 就是要吃冰棒 至於是什麼味道呢 馬上就來試試看吧 好 貴人香 很香 海面真的有那個料耶 吉蘭酒廠呢 目前是北台灣最老的酒廠 然後整個區域規劃得滿好的 就是明天有吃啊 有玩啊 然後可以走走看看 有機會可以來逛逛喔 下次見啦 掰掰 幽默 org 城公為 靠